大家好,我是Dan 被卷入性别争议的台湾女子拳击选手林玉婷 今天8月11号,在巴黎奥运57公斤紧决赛 以5比0完胜波兰选手拿下了金牌 先给大家读一下韩国媒体的报道 在此次比赛前,林玉婷与凯利夫一起成为了性别争议的焦点 这两名选手去年在世界锦标赛上被国际拳击协会 以拥有通常代表男性的XY染色体为由取消了资格 然而国际奥委会表示 依据护照上编注的性别 两位选手参加奥运会并无任何问题 凯利夫在女子66公斤级获得金牌的过程中 三次以全体裁判一致判定胜利 和一次对手7拳胜利 林玉婷也在所有比赛中全部以全体裁判一致判定胜利 林玉婷在赛后表示 感觉不可思议,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 谢谢我的团队以及在台湾为我加油的每个人 他们给了我力量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韩国因为杰克罗林对台湾和阿尔及利亚选手的批评后 才引起了关注 随后透过很多媒体的不完整报道 得知两位女选手曾在2023年世界锦标赛期间 在DNA检测结果显示他们有XY染色体而被取消资格的事情 也就是说 杰克罗林加上媒体不完整的报道 在韩网除非是自己有去进一步了解的人之外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指责这两位女选手 一开始很多阿古人以为两位选手都是变性人 给大家带来了几个按赞书最多的留言 光看护照我们竟然怎么能费变性别 如果他们真的做了手术那就承认 应该要设立专门为变性人举办的奥运比赛 现在是拳击比赛 但下次可能在游泳比赛中也会出现变性人 上次在美国的比赛中也有变性人参加女性比赛并获得第一名 下一届奥运会在哪里举办是洛杉矶吗 那么美国可能会让变性人参加女性游泳比赛吧 不过在YTN报道了两位选手之前参加过很多次世界比赛 当时他们并未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 但是在2023世界锦标赛当时 凯利夫选手赢了俄罗斯选手之后 突然就因为狗同水平过高为优 取消了他的参赛资格 而当时国际拳击联盟的主席是俄罗斯人 很多媒体指出 国际拳击联盟不仅取消了凯利夫的参赛资格 还取消了台湾选手林玉婷的参赛资格 但整个决定的过程极不透明 联盟并未公开是谁进行了检测 使用了什么检测方法 以及测量了什么等相关信息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 根据拳击联盟编写的文件 当时取消两名选手资格的决定 是由联盟秘书长独自做出的 由于运营中缺乏透明性 国际拳击联盟自2019年起被逐出奥运会了 而在YTN的这个报导之后 韩网的风向也稍微有了变化 我看了报导之后 一直以为他们是变形人 结果事实并不是这样 他们是以女性身份出生和成长的 即使最终真的被证明有XY染色体 他们以女生过的一生都被否定 更何况他们为了参加奥运会 付出了整个人生来培训 真的会感到非常非常委屈的 大家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 就只会批评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这不是选手需要去证明的 而是声称选手是XY染色体的 IBA应该来证明 有检验报告显示是XY染色体 但当IOC要求他们拿出证据时 IBA只在说废话 却从未公开过任何检查结果 即使拥有XY染色体 如果Y基因无法正常发挥功能 还是会以女性身份出生 像林玉婷宣说这样的情况 她出生时甚至器官是女性 因此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 后来在DNA检测中 才发现自己是XY染色体 林玉婷宣说有子宫 却因为外貌看起来像男性 看染色体是XY被指责为男性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林玉婷也是在台湾以女性身份出生 在她青少年时期接受采访的影片 显然就是一名女学生 也许因为她是亚洲人 所以看到她夺得金牌和流利的样子 时让我很心痛 她收到了多少恶评和网络攻击了呢 从很久之前开始 成绩优秀的女运动员 只要体格强壮 外表忠心 就会有人攻击她们是不是男人 那些现在认为自己是女人 刘算音的人 你们自己都通过了 染色体案荷尔蒙检查 被判定为女人了吗 如果有一天 你的公司或学校突然对你说 你得做检查来证明自己是女人 你会愿意接受吗 如果一个人外表和生理特征都是女性 而且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是女性 那她就是女性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成绩女性必须要通过各种检查来证明呢 如果真的这么要求 那还有几个真正的女人存在呢 两位金牌选手们都加油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不要只用嘴说自己是女性 直接拿出检测结果不就行了吗 IOC主席也应该明确表态说是XX就好了 为什么要以护照上写的是女性来当作证明呢 这样的说法到底有什么意义 如果拥有XY染色体 那么肌肉量可能会与其他女性不同 这样参加奥运会的女子比赛是不是太过分了 应该要设立拥有XY染色体的运动员专门的比赛 体育赛事之所以根据体重性别体型的因素来划分 是为了确保身体安静赛的公平性 这样合理吗 这不是那位选手的错 而是随着时代变迁 比赛规则必须要随之调整 所以 对于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再次恭喜林玉婷选手的金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